大家好 我是Karina Karina是我 大家早安 今天呢是 要做第二件大事的日子 第二件大事是什麼呢 就是 想要給大家一點驚喜 原本說他就是 不能拍攝嘛 所以晚上接到通知他就說 他一直以為我拍攝是 什麼大陣仗啊很多人要去 然後很多人要架設 對我說不是 我只有一個 這樣子我只是想記錄一下 就是第一次做這件事情 他就跟我說那你明天就可以 就是來拍攝而且剛好早上他們店 也沒有其他客人 所以呢應該沒什麼大問題這樣 所以就非常的開心終於可以記錄給你們看 就是我要去刺我人生中的第一個刺青 對就是我之前有講過說我爸媽啊 就是有送我18歲生日禮物 就是去刺青的那時候一直沒有想到 到底要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輩子的東西 所以只會在你身上的東西 你要刺是你喜歡 然後你自己能看著他到老的那一種 像隔了6年我已經24歲了 然後我現在才終於想好了 我第一個刺青要刺什麼 那我們等一下就在刺青年見吧 我現在是線都抓好的狀態 是一上線 好 我現在是線都抓好 我現在是線都抓好 完成完成 外面太炸熱 然後他大概跟我講了一下一些護理的方法呢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我現在還有別的任務 就是今天一整天不只是只有刺青 還要去我以前住的家 因為我前一陣子就是買東西 然後不小心就是寄到我以前住的地方 所以呢我現在要回去我住的地方 然後我房東有幫我把包裹收起來 我想跟大家抱怨因為真的蠻惡劣的 就是我包裹寄到我之前住的那個房間 然後呢他有新的人入住了 他收到包裹看到不是他的名字 他還是照收 而且還把東西拿進去 然後聽說還拆開了 我就問我房東 房東一開始都沒有回我 好像是因為他去問 然後那個人說沒有 然後房東就拿了照片去跟他詢問說 這個包裹你到底有沒有收到 然後後來呢隔了三天 房東才回我說 他有問到了那個包裹在那個人那邊 然後他就把我包關起來 我覺得超傻眼的 怎麼會有那麼過分 哇 我熟悉的小區 這一間大創呢 是我最常逛的 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在這裡買 往上走 這一家炸雞是我最愛吃 就是也最常吃的 我家在那裡 各位有看到嗎 房東真的是大號人 他說3號箱子 密碼2580 3號箱子 他看到我的東西 2580 打開了 終於我的東西 他有幫忙的那一隻 打開了 YES YES 其實主要的原因還是想要跟大家講一下說我今天去刺青丸的感想 就是刺青這個事情呢 其實是真的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需要慎重考慮的事 因為這是在跟著你一輩子的東西嘛 就是在你身上有的烙印然後跟著你一輩子 然後我就是覺得說 我也是想了好久好久才決定要 刺這個青然後 把這個 圖樣 烙印在我身上 然後讓我自己可以試試 刻刻地提醒著自己 這個圖樣我當初設計跟 想要把它刺在身上的初衷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剛好這次在 計畫來韓國了 然後就想說那來韓國的話 那就順便找一下有沒有刺青丝是我喜歡的 然後順便一起刺一刺 那剛好就找到這位刺青丝 然後他的IG是 在華 韓國的刺青的hashtag 然後滑到 就滑到他的圖樣這樣子 他的圖樣是非常的簡單的那一種 然後線條感很明顯的 剛好就是我喜歡 因為我韓國最近很流行的那種 維刺青 我也不喜歡 我喜歡這種簡單線條感的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他的 IG上面圖片都很漂亮耶 大家看 當初被他吸引到是這一張 一樣也是跟我一樣刺鯨魚 因為我 一直以來都想刺鯨魚 然後 為什麼會想刺鯨魚 是因為鯨魚有一種 寓意是重生 對 然後我當初在想要刺青的時候 我就是在找一個圖是跟重生有關 然後就找到了鯨魚 所以呢 就決定刺鯨魚 然後剛好 在找鯨魚的刺青的時候就翻到他的IG 那諮詢完之後 我就覺得我也蠻喜歡的 然後也很喜歡他的風格 那他其他圖樣其實也都很好看 像他 前幾天才幫人家刺一個這個 這是那個名畫 戴著珍珠的環的那個女人嘛 所以呢 我就找他來諮詢了一下 那那時候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訴他 他就有先畫了一次大稿給我 然後 問我說想要什麼樣的風格 然後後來我跟他講說 我想要再加一個愛心這樣 然後我也告訴他為什麼我想要加愛心 加完之後他說那他再幫我改一次 所以他第二次又丟了三張圖給我 然後告訴我說這三張圖就是我當初給他的想法 然後那時候我就選了一個 選完之後呢 他又再拿我選的那個圖片再去做修改 就是把細項都修改得比較漂亮一點 然後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吵 圖案變得就是更精緻了一點 然後我們總共討論了三次才把圖案定下來 對 所以呢我覺得他其實真的還蠻細心的 他那時候就跟我講說你是第一次刺嗎 我說對第一次刺 他說那 你會不會怕痛 但其實平常我是蠻會忍痛的人 所以我就要講說我不會這樣子 那真的果不其然呢 但是我竟然吃到睡著 我真的覺得超便的 可能是我真的這幾天太累了 就睡眠很不足 但是吃到睡著這件事呢 我對自己是有點驚慌 真的以後有機會有別的圖案想吃 我覺得我還會再回來韓國找他 因為他的風格是我喜歡的風格這樣子 那價錢其實也蠻便宜的 大概3300塊台幣 這一個圖 對這個圖才3300塊台幣 跟大家開個玩笑 也跟大家記錄一下 大概就是我第一次刺青 然後還有我整個 今天一整天下來的行程啦 好那今天影片就在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再離開喔 好那謝謝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